我希望把我的自信和上金星分一半给我的伴侣 我觉得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步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不太自信 他老觉得应该跟我做得一样好 或者怎么样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要不干脆不干了 我经常跟他说 不是为了别人能看得上 我只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我不是为了说一定要跟你对家庭贡献的一样 在世俗的眼光中 我觉得这个观念它始终没有扭转 有时候会采取逃避的态度 换姐夫来回答 这有能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吗 就是姐想要的那种超能力 挺好挺在点子上 其实姐夫对一些事情是有热情的 我跟他一块坐囊的时候 真的是他一直看师傅那个怎么做 他对那些事情的探索他是有的 是很积极的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觉得非常好 这一点是很积极的 可能我自己觉得我感兴趣的那些事情和我生活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所说的生活是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可能 可能 在这一块上已经 失去了很多热情 因为 我给自己画了一个圈 然后 生活在这个圈里 自己会觉得有安全感 然后很多事情 就算是想不明白 但是我也不会去 刻意的想要去寻求一个答案 基本就有事说事的那种 所以 可能慢慢的也失去了和对方交流的这种默契和信心吧